我们一切是为自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凡身同居图 但是要记住 经上讲得很清楚 上辈往生 中辈往生 下辈往生 下辈是同居图 中辈是方便图 上辈是舍暴图 上中下三辈往生 条件是相同的 发菩提心一相断念 相同点 菩提心 菩提心觉悟了 什么叫觉悟 什么叫迷惑 为一切苦难众生觉悟了 为自己灭了 我这个解释 大家很容易体会 我为众生里头还有一念为自己 你虽然觉悟里头还有一点迷情在里头 不要小看这一点迷情 这一点迷情会把你整个决心破坏掉 李老师在世 常年讲经 他用提呼做比喻 提呼 是天然的饮料 是天然的饮料 饮料当中最好的 天然最好的饮料 叫提呼 一杯 如果这一杯提呼里头 有一滴 毒药 放在里面去了 整个提呼都变成毒药 这个比喻用意很深 就是你菩提心里头 还有一点点自私自利的那个心 那个心就是毒药 菩提心就是提呼 那一点毒药缠在里头 提呼就不叫提呼 通通叫毒药了 这个心念佛不能往生 那么我们哪一个人发菩提心 没有一点自私在里头 那么你再反过来想想 那个菩提心发的之后 没有一点点自私自利的念头在里头 真了不起 没有死心 没有死心的时候 你才能与诸佛菩萨感应到脚 你念这句佛号 才跟阿弥陀佛相应 通了 障碍没有了 一丝毫的自私念头 都是障碍 老师告诉你 不是小障碍 是大障碍 意思就是 提呼里头 一丝毫毒 毒药都不能 不能掀造 要修自己的 纯净 纯善的 真心 菩提心是真心 不是忘心 用这个心 来念阿弥陀佛 念旧了 真的 会把阿赖也念掉了 阿赖也是忘心 你久久不用它了 它自然就淘汰了 不必可以去断它 但是自然没有了 所以 论柱里面讲 这些人 这些慧众 都是从 弥陀入来 智慧 清净心中 神 还是比 心亮 像大海一样 无所不容 西方极乐世界的慎重 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的人 到极乐世界 都被阿弥陀佛 为神 加持 做阿为 越智福色 每一个人的心量 跟阿弥陀佛一样 心包太虚 两周杀结 那是 西方慎重 那边大众 他们心量的 样子 心量的写照 我们写的小心量 怎么能进得去 过过都是那些大性量 过过没有自己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是 感谢观看